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登锤炭气氛热烈 下午5点45分 吴景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关正、李唐春、罗干等领导同志 来到参加全会的同志中间 同大家亲切见面并合影如念 谢谢大家 同志们 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党的16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时候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特地来看望大家 让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欢迎江泽民同志为我们做重要讲话 今天来 结束了我的辞职 第二 衷心感谢 这六个年来 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第三 希望在胡锦涛同志 党中央领导下 努力工作 继继续前进 我们党的肆意 必定会不断地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 同志们 所发表的 所发表的 满含深情的重要讲话 衷心感谢 他为党 为国家 为人民 做出的基础贡献 衷心感谢他 对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的工作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里 我代表 向江泽民同志 表示 崇高的 敬意 我们 一定不辜负 全党同志 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拖 高举 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币 坚定信念 抓住机遇 团结一心 征抓实干 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